赛车场上飘移是很帅气 但行驶在道路上 打滑可就很危险了 就像我们穿鞋子 你走路在磁砖的路面上 有水的路面上 你可能会滑 就是我们轮胎的胎纹深度不够 胎纹深度不够 你的整个面 就感觉好像是踩在水面上一样 中间就有一层水墨 然后有水墨 你就不太容易跟地面直接接触 然后你的抓地力就会不太够 根据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表示 美国每年有26万件的交通事故 是轮胎所造成的 其中有75%是胎压不足所引起的 胎面有没有裂痕 胎纹深度够不够 另外一个就是跟钢圈 跟轮圈接触的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破损 有破损就容易漏气 然后你从你的侧面 侧面是属于胎边的部分 胎边有没有刮伤 因为胎边是比较薄 你轮胎胎压不够 它整个的行驶过程里面变形就很严重 然后你每跑一圈 它就整个就扁下来 然后你在恢复的时候 它要整个张开 所以它一再地变形 一再地变形 久了以后 这边就容易裂掉 所以通常都是因为胎压不够 比较容易产生爆胎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胎压正不正常呢 胎压我们会看每一台车 它都有它建议的胎压 通常我们要看驾驶座这边 然后我们把车门打开 车门这边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 可能会有轮胎规格的一个标示 上面是轮胎的尺寸 下面是它的充气压力 前轮它是2.1公斤 后轮是2.0公斤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规格来操作 跑一趟保养场就只为了侧胎压 很麻烦耶 有比较简单的检查方法吗 胎压不够会造成什么 造成你胎壁这边会比较软 所以你开起来 你如果觉得左转右转 感觉车身有点晃动 就有可能胎压不太够 那这时候你停下来检查一下 你四个轮胎 用眼睛看 看看这四个轮胎 是不是有哪一颗轮胎的胎边 感觉会比较扁一点 那就很明显 那边胎压就不太够 那我的轮胎什么时候该换呢 我们要去找一个叫做四个位数的数字 像这一条轮胎是多少 1514 前面是它的第几周 然后后面这两个数字才是年份 所以这个是第2014年的第15周 那时候所制造的 轮胎是一个橡胶类 橡胶类的保存期限 通常会比较希望是在五年 那你说有时候六年七年或许也还可以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轮胎再使用 通常大概都是一年两年 可能跑个三万公里五万公里就要换了 所以你在买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让说你已经买到六年的七年的轮胎 可能就不太好了 尤其是夏季 全家要去长途旅程 记得一定要回车厂检查胎压 才能开开心心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